兄弟们接了个大火呀 看着满满淡淡一整箱 全是败家之眼 三张显卡 有什么我看一下型号3060Ti 3050 3050这么快就开始坏了吗 第三个呢 哇这个厉害RTX3090 全是败家之眼 上面贴了原因 绑断冷损退回 掉屁退回 绑断退回 我靠全是售后退回的显卡呀 三张卡 这咱就是说这个3050怎么和3090一样大了呢 我去 这一截整个断掉了呀 看一下3090 这是3050 乍一看我还以为看个头我还以为是3090 3050这一看就是被虚过了呀 我从侧边的缝隙里面一看那个显存就是被换过的 主角登场 3090 也说是金手指这边裂了一点 确实是裂了一点 看来这三张显卡无一例外 全部都是整机运输的过程中损坏的 先来看一下这个3050的吧 上电之后呢 风扇也不带撞的 只是亮灯 不愣卡 主板呢是已经跑完了亮机代码 但是没有任何显示 风扇也不撞 我拆开看了一下 里面可以说是一片蓝极呀 核心被干过 显存被动过 看来最简单的 看起来反而最严重呢 我手机要这么一测 您猜怎么着 一点八幅显存供电双双短路 还是完全对低的那种 不过呢 我又考虑到它的显存被焊过 我感觉这个显存焊的也不像样啊 这也不是正经焊呀 像是随便贴回去似的 它可能是底下吸球连珠了导致 这边打手电这么一看 那个洗球 就不正经 我先把这几个搞过的显存给取下来 底下确实连锡了 这拆的时候这也太放肆了 连焊油都不打 这干巴巴的 你得先给人家搞湿了 人家才会配合你嘛 这边也有掉点 看来也是摔坏的 我把这几个显存取掉之后 这个组织就恢复了 不再短路了 看来应该有细 还没有完全修不了的那种地步 我没装三个显存 上机呢 是可以点亮的 现在 就是会花瓶 那我没装显存 花瓶不是很正常的吗 这3050这张卡 先拿小兄弟 让他帮我搞一下显存吧 好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3090 这里列了一条缝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显存呢 这张卡我从侧边打手电 看了一下显存是没有动过的 它的故障现象也是blank卡 但是它可以散电 风扇能撞 就是点不亮 也没有卡 单纯的blank卡 看着像是缺供电似的 估计PCB内部断线 导致供电缺失吧 先给它拆开来看看 我把它拆开来看了一下 这张卡还是比较干净的 没有被动过 显存还是原装的显存 故障呢就在这里了 裂了一条缝 我把这一块刮开看了一下 确实里面有断线了 不过还好 断的也不是很多 它就表面一层裂了 很明显这个走线 把这几个走线补好 给它再来测试一下吧 最后一张呢 摔的比较严重 这一小节直接摔没了都 不过我不担心啊 因为这一节上也没什么电子元器件 不过经过这一节上面的走线 应该是蛮多的 还好 这张卡也是没有修过的 估计他们售后看到 摔成这个样子 连修都懒得帮修一下了 先来给它通电 看一下是什么现象吧 我估计应该是有缺供电的 通电我这么随手一测 发现它电压居然齐全 并没有缺电压 显存供电1.8V 核心供电全都正常 好家伙 那我直接上机看看 上机之后 风扇可以撞 可以上电 就是不量 看起来应该是有嫩卡 但是没有显示 我估计可能还是电路上有问题吧 我又把它拆开 量了一下 第一个 先给它飞了个线 这个线是我测量一下 发现它 显示接口都没有供电 飞了个线之后供电出来 也可以点亮了 当时开机立马就出现了花瓶 满瓶的斑点 估计显存或者核心也不得进了 先跑跑MITS 看一下哪个位置爆错了 这张显卡我应该单独拎出来 单独做一期视频的 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叫做 失去了命根治的败家之眼 还能自论起来吗 逼爆错 逼爆错 那应该可以自论起来 B1呢是这个位置确实蛮容易出问题的 但是我重置了一下B1 它也没有掉点 而且还是滑屏 重置完之后B1呢还是会爆错 这就有点干了尬了呀 还是同 还是同样几个位置爆错 40到47 看来也不是显存的问题了 那无非就一种可能性了 干它的核心呗 我估计应该是核心底下掉点了 既然显存没掉点的话 我直接把它核心给取了下来 下面确实有掉点啊 B1对应的这个位置掉了一个点 就在这个角上 其他的掉了一些点也有点 但是其他的都是一些空点 唯独这个位置掉了一个数据线的点 这个数据线对应的就是B1了 把焊盘清理干净 脱平整 掉了点给它补上 核心呢也重新置好球 我们再给它装回去 干时间啊 无关紧要的就不录了 重置完核心之后开机的话 可以正常显示不会花屏了 清除了一口气啊 再来跑一跑测试 显存测试自然是不会再有爆错了 可以通过 进系统来看看 我跑了一遍卢道士 但是感觉这个帧率有点低 轻轻摇动这张显卡 也没有出现画片情况 说明核心显存应该是都有焊到位了 讨分这么低啊 才30多万 这不正常啊 还有问题啊 我们开个甜点圈来看一下 它的GPU显示的信息 它的功耗就完全不对 功耗有点低啊 跑不满 功耗只能跑到 6070%左右 功率呢只能跑100多瓦 这不就是问题吗 问题这不就来了吗 我又拆开 导估了一下供电 供电位置 它的反馈也断了两根线 现在这个跑分 40多万 3060Ti也算正常了 在这个平台 3060Ti就应该跑这么些分 再来跑个甜点圈 看一下它的功耗信息 可以跑满100% 可以跑到200多瓦了 OK 没毛病 再回到这个3050啊 小兄弟跟我说 重置显存遇到点困难 它的显存原装的几个显存 有几个是短路的 装上去就短路了 没办法 我又给它买了4颗显存 来换上去试试 本来呢我以为换掉短路的显存 应该就可以了 然而 后面还有问题在等着我 换掉显存之后 可以开机了 屏幕也不花了 甚至呢跑MITS都可以通过 但是吧 在我试图进入它的系统的时候 问题就来了 撞圈圈的界面是没有问题的 撞圈圈圈一加载驱动 没了 没反应了 屏幕黑了 死机了已经 键盘的灯都没有反应了 真是离了个大府 起了个大关 这问题真是一个接一个 老母猪带胸罩 一套又一套啊 我又把它拆了出来 这个死机搞得我真是措手不及啊 乍一看好像也没哪里问题了呀 显存换的也都没毛病啊 显存型号也是对的呀 我之前有遇到过 换错显存型号导致死机的 但是这个显存我看了一下 型号是没问题的 我也是对着型号买的 外围的电路 电阻我检查了一遍 这些电阻的组织也都有 那可这就真是起的怪了 一头雾水啊 我是 哎呀这个有点难搞 先给它放一边吧 河头我找朋友要个3050的测试程序跑跑 再来看看先前的两个3060Ti和3090 已经可以正常口机了 我原以为这个3090才应该是最难修的 没想到居然是3050最难搞 3090反而更好搞 3090甚至连显存都没动一个 这两张卡已经可以出院了 可以先给客户发回去 先处理掉 至于那个3050嘛 凌亡不顾 不失进去 还需要我再调教调教 失敌了 无论 老坞 无论